大家好,我是国外秀山 这个视频呢,咱们各股案例呢 以紫金矿叶,江西桶叶,太刚不锈 中市股份,下美物物业为例 做出分析 借助分析当中呢,重点要给他表达的一个态度 也是解答一些粉丝朋友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呢,仓为重的该怎么办 第二个,此仓多而乱的又该怎么办 那么极弱的行情里面首要原则是什么 第四一条,脊弱的环境里面更应该留意什么 那么首先呢,先表达一下个人的态度 首先的话呢,对待当前市场的一个变化 尤其是在春节之后 第一个的话呢,像前面的资金抱团个股 基金重仓个股 像比亚迪阳光店员通微股份 包括呢,像干风里业,宁德时代等等等等 那么呢,他已经出现高位连续的这样的下沙 而且呢,还有一个当前呢,有一个向下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并没有止跌的痕迹 第二个的话呢,像今天高开低走 那么呢,但是呢,并没有伴随方大量 就是市场很悲观 但是呢,尚不成绝望 那么在我看来的话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市场再进行重新洗牌的动作 那么洗牌伴随的有两点 就那市场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市场的一般规律 绝望处逢新生 膨胀处逾风险 那么当前对于仓位比较重的首当其冲的原值 那么呢,在接下来 明天也好,后天也好 盘中反抽 仓位重的整体而言 先降低仓位 适当的去控除一部分仓位 好,那么 控除仓位之后 一定要切记 不要过于着急的 优惧买别的股票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降低仓位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的,市场多而乱的 市场的股票 列出了动辄十几只二十几只 像今天呢,有几位粉丝朋友呢 给自己再进行交流 然后呢,有的呢 直接把截图 市场截图 给修山看了一下 也是呢,出目惊心 有的呢,像 属于什么板块 什么方向 什么位置 就是各国呢 恨不得有将近十几只 有二十几只的 然后呢,我就问 你能看得过来吗 他说看不过来 那么呢,对于仓位 就是市场的股票多而乱的 那么呢 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洗牌的阶段里面 也说呢,洗牌之后 只不过这个洗牌的过程 他不是一朝一夕 立马就能完成的 尤其是两会之后的话呢 市场一定会给出新的方向 但是,如果说你 此商的个股正恰巧不在 新的方向上面 那么你会更加煎熬 所以说呢,此商多而乱的话呢 那么在当下依然有必要 一个是缩减仓位 一个是降低持股的 这样的一个数量 好 第三个 极弱的行情里面 所有的原则 其实不是别的 而是仓位的管理 这是个人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极弱的行情里面 更应该留意什么呢 更应该留意一些 有业绩优势 又出现超跌反弹的 个股 那么呢 在他没有走出趋势之前呢 只能去跟踪 或者是极小的仓位呢 去 去试 为什么呢 之类个股呢 如果说未来成为某什么方向的时候 更容易去察觉 好 那么呢 当前市场在进行重新洗牌 而且洗牌的过程呢 往往不是一天两天 那么我们从 大的盘面环境来讲的话呢 当前要注意的一个核心点 咱们前面给他讲到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其实有的朋友进行留言 好 例如说 像今天 这是最新的 留言 有的朋友呢 是好难受 满仓啥都有 再者呢 大盘不问什么体态都难做 也有朋友呢 咨询像太刚不秀的 有朋友问文章 微图条在什么地方看 在修缠的主页当中 你能够查得到 好 有朋友呢 昨晚看了老师视频 逃过一劫 圣核资源还能挣三个点 好 也有朋友呢 是今天早上一看 突破不了3550 立马就跑了 这是属于反应比较灵敏的 但是呢 也有朋友属于什么呢 属于 好 属于 在盘中的时间 比较迟钝 列出呢 像圣核资源是不是完蛋了 下跌中继 好 紫金矿业怎么走 等等 好 五矿高点没有 没有卖 看到没有卖操作 不灵活 包钢 怎么看 好 那么呢 咱们首先呢 对于整个盘面的一个视角上面来讲 今天这样的一个大跌 那么呢 市场上悲观 情绪非常重 但是呢 我觉得还没有到绝望的程度 也就是说呢 从市场的一个维度上面来讲 对于大盘而言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话呢 列出在3450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属于刚刚跌破 下方的话呢 还考验的 当前呢 还考验的是属于这样的一个144天均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也是前低 那么呢 接下来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更多的可能会有一个反周或者有一个震荡的走法 那么关键点的话呢 还是要参考 参考的话呢 也是当前一分钟的中枢延伸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那么问题来了 有的朋友会关心 为什么3550这么重要 其实呢 咱们前面呢 给他讲到过 就是呢 从3731.69这个位置以来 如果说 他对应的走法呢 后面的演化来讲 这个位置能上去 他的一个推演方式呢 是属于一分钟的趋势 下走完有被辞 然后呢 开启反向的运动 就是开启反向的一分钟 盘整上一号 强的话呢 一分钟趋势上一号 但是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不能穿越上去 他对应的是中枢延伸 延伸的话呢 就是一个中枢升级的过程 可以转变为五分钟的中枢 然后呢 再度向下离开段 而且今天呢 虽然说100个点呢 在那下跌 从高到低 差不多100个点 但是100个点呢 他对应的是一分钟的线段 连个中枢还没有形成 没有形成 一分钟的中枢 那么代表的是 接下来 他会有一个组建 一分钟中枢的 这样的走法 而后的话呢 不排除再往下走 一个离开段 所以说呢 接下来有这样的一个 反抽的动作 或者说呢 有这种 反抽也好 分时反弹也好 对应的话呢 仓位重的 依然有降降仓位的 一个需要 因为呢 即便你降低仓位之后 即便呢 后面有新的方向的时候 有新的主线的时候 有资金主要进攻的方向的时候 你还有选择的权力 好 如果反之的话呢 对应的 那么呢 会只会越来越被动 好 这是大的方向 那么咱们再聚焦到个股 聚焦到个股的话呢 例如像纸巾框页 那么对于纸巾框页 这一支购物呢 其实咱们前面啊 纸巾框页 讲到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他的一个走法 在前面 在春节刚刚过的那一天 当时呢 重点看好 互同表现不错 但是呢 当他偏离五军的时候呢 是一个高处不胜寒 或者是一个 当检 逼检的一个阶段 那么连续 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呢 其实当下 像今天 他好在什么呢 像今天的一个走法 他好在的是属于 最终 他能够呈现的是一个 资金有所接力 尤其是在盘中的时间 但是呢 他今天不好的地方呢 在水油给了新低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高开 低走 给了新低 但是呢 新低和昨天比基本上次平 那么对于整个纸巾框页也好 包括江西同意也好 那么我认为 接下来 就手中有的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止损的意义并不大 这个止损的意义不大呢 他的一个逻辑 源自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他都属在这样的一个前面 交替争力位这个区域 同时的话呢 下方又在主力成本 M4S提的位置上面 当然了具体的还要结合像今天晚上 像商品 就是期货当中的表现 如果说互通 今天晚上呢 不管是下探之后走高也好 还是说能够翻红 或者能够反弹也好 那么接下来呢 根据他反弹的一个力度 如果说反弹的力度比较弱 那么呢 风高去减 手中有的 没有的话呢 那么当前大环境不好 也没有必要过 过于着急的去 离场 那么最坏的一种情况呢 你也说 这个位置 如果说他接下来 继续往下 那么继续往下的话呢 那么考验哪个 核心点的话呢 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如果说回落 往下 那么参考前低这样的一个位置 前低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因为他对应的是相当于 因为这一轮的下跌 把这一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启动的一个位置 相当于涨幅全部跌了 跌了回去 但是跌了回去过之后 对应的是考验这样的一个启动点 是否是资金进攻的一个坚守位 所以说呢 对于紫金框也好 对于江西铜业也好 那么我的态度的话呢 如果说手中有 那么在当前这个位置呢 反而没有必要去止损 没有必要去割肉 但是呢 如果说一旦遇到反弹 反弹的力度 只要说不是那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反暴的做法 一定要减 减的程度的话呢 例如说 如果说后面真的给你这种反弹向上的筹发了 力度 一个是看量的 一个是看力度 如果说 反弹的力度越强 你反而可以期待多反弹一天两天 如果反弹的力度弱 例如像今天他对应的像今天早上的时间呢 他高开了之后呢 再冲高将近三个多点 冲高三个多点呢 触碰五天军线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整个盘面走弱 对应的你做应对其实也是无妨的 只不过呢 对于很更多的朋友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灵敏性 那么当前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更多的是 一个是先参照像今天晚上互通的一个表现 第二个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去自损 而是呢 最好等他一个反弹 那么江西同业也是如此 那么像江西同业的话呢 今天早上也是高开冲高的 百分之三点八 百分之三点八过之后呢 那么江西同业这一支个股 他的一个表现呢 要更强一点 他的强的程度 一个是从技术位置上面来讲 他平台依然没上演依然没有破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呢 他从他历史的位置来看的话呢 他距离下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又比较临近 所以说呢 二选一的话呢 个人认为江西同业要比紫金框业更有优势一点 这个优势体现的是 一大的平台风景 二小的平台微破 同时的话呢 这只个股呢 他对呢盘子相比于紫金框业来更小一点 因为我今天看到有位朋友呢 手中既有紫金框业又有江西同业 手中总共的话呢将近二十只股票 我就说呢 你这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不能说一个板块里面任何股票呢 都把它买买一篮子 不管是像化工的也好 工程机器的也好 各方面的股票都有 反而呢 你自己就就搞乱套了 好 这是江西同业 那么对于江西同业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现在主要是盘面太弱 如果说盘面 或者说呢 整个互同方向能够走强 那么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接下来 如果说能够把今天的阴线给反包掉 那么他反而呢 还是一个不错的拐脸 好 这是江西同业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列出了像太刚不锈 太刚不锈 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他对应的 好 太刚不锈 这一只个股 他对应的是不锈钢 同时的话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不到 他还吵什么呢 他对应的 吵的 反而是 好 对应的吵的是什么呢 他吵的是核电 就是说呢 本身他公司呢 拥有完整的钢铁生产工艺流程 同时的话呢 公司产品应用于核电堆内的不锈钢板 所以说呢 他吵的话呢 一个是不锈钢方向 另外一个的话呢 还是与核电相关 像今天核能核电方向呢 它是一个热电 只不过他旁边太弱 旁边如果说强的话呢 像这个板块很容易爆一下的 因为他毕竟是 增测的提振 那么这一只个股又该怎么看呢 第一个 那么咱们来做一个对比啊 什么对比呢 像太刚不锈这样的个股 在他未来没涨上去之前 或者说呢 没有走出来之前 先不论他未来能不能涨起来 但是呢 从安全边际的一个维度上面来讲 这类个股他历史的位置是低的 同时呢 是平台刚刚突破的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那么咱们来做一个 技术性的一个对比 以及呢 咱们在上一个视频 刚给他讲到过的一个理念的问题 大的方向上 他们属于这样的一个底部区域 好 小的方向上的话呢 他又属于这样的一个 平台的一个突破 那么这个平台 重点呢 看四元的位置 好 那么平台的一个突破 中枢的现象离开段 他的安全边际就更高 如果说真的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呢 一个是看前面的这样的景线位的位置 或者呢 看前高 所以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他如果说有这样的低息的机会 或者回握 反而 还可以用小常委去把握 或者说去 去跟踪 去试 那么与此同时呢 例如说像刚才有朋友问的 像包 钢股份 包钢股份的话呢 他对应的前面炒的是钢铁和稀土相结合的 那么呢 他连续冲高过之后 他的一个安全边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前面呢 在他没有上涨上去之前 他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在历史的这样的低点附近 但是涨 经过短期翻倍过之后 他距离下方的重要的支撑作用呢 支撑位置来讲 已经是非常非常 就是有一定的距离了 有一定距离过之后呢 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咱们在昨天晚上给他讲到的 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区间 进入了一个情绪波杀的阶段 不要去参与了 那么像当下的话呢 像今天他面临这样的一个调整 面临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呢 他伴随这样的一个方面 而且呢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他的一个人气在后面的一个走法的话 如果说明天有低开 盘中大概率低开会有个高手 如果说不能反爆的话呢 这样的个股直接立场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至于说未来能不能再往上走空间干嘛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没有必要去不 因为呢 像这类个股 如果说环境强 他震一震呢 还能够再往上一下 如果弱的话呢 他多给你调整十个点十几个点之后 是不是也是特别被动的 好 这是包钢股份 就是他本身的技术位置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像 太钢不锈这一只哥哥的话呢 他对应的也是 就属于呢 有一定的安全 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刚刚突破 不锈钢和核电线结合 同时的话呢 量能MICD 包括了阻力成本指标 都属于这样的一个领际点 把它作为突破来对待 那么这一只哥哥的一个技术形态呢 更接近什么呢 像咱们前面给他点评 像太原 太原重工 他是比较相像的 包括了像深圳能源 就他本身的技术图形 更接近 更相像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继续往下面去看 好 例如呢 像中色股份 中色股份 这一只个股 为什么要 点一下呢 因为他是今天呢 他是属于有色方向 包括了像 稀图泳池 稀缺资源 他今天呢 是属于率先涨停的 但是涨停过之后呢 到下午盘的时间 被砸了下来 那么大家来可以思考一下 那么这一只个股 他当前的位置 相相结合去分析 那么今天的砸盘 他必然是有资金出逃 但是 他是为了出逃而出逃 还是无奈之下出逃的 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这样去分析呢 因为从他的一个位置上面来讲 像中色股份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他本身是处在这样的邻居点 第一个的话呢 是处在历史底部区域 好 同时的话呢 他又属于在哪个 收敛三角形突破的边缘 那么如果说今天盘面 没有那么弱 盘面强一些 那么像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今天如果说能够封死涨停 那么后面连板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呢 我认为后面虽然说被砸板了 更多的是一种盘面太差 而不是这一只个股 拉伸位的出户 因为他当前 整体就没有多少涨幅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 如果说明天 有低息的一个视角 反而可以去用死盘的角度作为短线去尝试 这是资金今天呢 是属于进攻 为谁 他的目的 我认为是目的是为了进攻 但是呢 最终 被拖累下来 没有成功而已 中式的股份 好 就是说呢 同样的个股 他的位置不同 然后呢 他下方的支撑区域不同 他对的风险系统是不一样的 同样 同样 冲高回落或同样下跌 那么呢 高高在上的个股 以及呢 和 底部有这样的一个进气平台的 他的风险系统是不一样的 好 这是中式的股份 那么再来看呢 像厦门物业 厦门物业呢 这一支个武器的今天在十一点十一分的时候 十一点十一分的时候 我们来看是什么时间啊 在这个位置 因为十一点十一分当时呢 在 头条当中发了一个微头条 当时呢 在我需要呢 提前几分钟要把它写出来 当时的一个观点呢 是给他的一个态度 是要关注上方缺口 他的缺口在什么位置呢 就说在这一天 这一天最低的话呢 是二十一块一毛八 今天最高的话呢 是二十一块零九 就说呢 缺口的位置是值得留意的 缺口不能突破 因为咱们前面给他讲到的话呢 在这样的下跌的时候 前面调整下来过前低 而因为他的一个 前面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三十分钟 中枢平台上演没有跌破 那么回头下来了 反而可以把它做一个机会点 但是反弹的话呢 今天在十一点十一分的时候 给他讲到关注 什么缺口的位置 没有突破 为什么缺口的位置很重要呢 一个是缺口的位置 是他关乎今天这边K线的一个强弱 如果说能够到缺口的位置 或者能够收在缺口的上方 那么他对应的话呢 也同时站在了五天和十三天均线的上方了 同时的话呢 又到了这边阳线的半分位 如果说冲高不能突破的话呢 他对那是压制 所以说呢 如果说手中有的能够及时查到的 可能有个应对 那么今天冲高回落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么这一支个股单纯从技术的一个维度上面来讲 第一 它的基本面没有破坏 它本身的话呢 也是属于有这样的一个意义之称 其次的话呢 它作为不管是乌也好 还是说像稀土方向也好 还属于近期有足够的人气 第三个的话呢 它又属于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突破的灰彩 同时呢 三十分钟 中枢平台上延没有破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后面 调一下也好 后面呢 依然有反弹的这种可能性 另外呢 像列说像张元物业这一支个股 今天呢 是属于在哪个走墙涨停 有朋友关心 哎 为什么不把它作为稀土的龙头呢 我们来看经营分析里面 经营分析里面 它是属于什么呢 它更多的可以把它作为涨价体材 但是它的一个准业务 像物产业链 这里面 包括了加工研发各方面吧 但是呢 它真真正在稀土上面的粘比 是看不到的 或者是微乎其微的 不管是碳化 无粉也好 硬质合金也好 无粉也好 等等 就说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用涨价的一个维度去 看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同时呢 像列说像中枢高新 那么像中枢高新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到的一个逻辑 是属于像张元物业 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翻倍的走法 那么像厦门物业和中枢高新 有没有机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补涨 其实像这样的弱势行情里面 像中枢高新能走出这个样子 我觉得已经是要给它收大门戈了 它就是同样的个股 就是同样的方向 同样是有势 它的位置不同 它的风险系统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从技术的又维度 它的一个视角 那么对于高高在上的个股 哪怕调整了20% 30%和底位这个位置它要往涨 那么不涨的话呢 它最多也是在这个位置震荡了 有震荡的话呢 那么你要是有这个耐心 其实呢实现 解套也好 实现这样的之旧也好 更容易一点 好 这是咱们讲到的像厦门物业 那么呢 最终咱们还要还是要再一次重申一下 就是当前市场的话呢 我们要关心的是一个节点是市场在进行 可以把它理解为重新洗牌 而洗牌的话呢 它不是一天就能结束的 就是呢 但是对于同样同样的板块 同样的方向 股票不同 命不同 不同股不同命 它的位置不同 它的一个安全吸索和风险吸索不一样 那么所以说呢 咱们再回顾一下 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重点 就说呢 市场在进行重新洗牌 洗牌的话呢 什么时候真真正整个市场 呈现一种绝望的氛围 今天呢 只能算是为悲观 因为有的 一站站有粉丝 或者有的朋友呢 今天有愉悦愈似的这种冲动 哎 我要不要去 今天跌那么狠 明天是不是要反周 我要不要去抄底 好 膨胀处与风险 仓位重的整体来讲 如果说仓位比较凌乱比较重 那么接下来反周的话呢 我认为依然有必要呢 去降一降仓位 让自己未来呢 掌握一些主动权 如果说真的 洗牌之后有新的方向了 有新的更好的机会点了 最起码呢 你还有选择的权利 好 而且呢 还有一点 但凡是出现这样的一个 就是位置比较高的调整 调整过之后 即便后面有行情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往往不会成为主流了 要么是反周一下 因为呢套牢还太重 往往呢 好 此上多而乱了 那么还是有必要呢 去降一降 仓位也好 或者是精减一下 个股也好 其中的行情里面呢 首要原则是仓位管理 其中的环境下 更应该留意的是 具有足够的位置优势 技术图形优势的 资金优势的 这样的话呢 你才就是 才有更多的灵活性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主要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好 像也有朋友呢 在进行留言 列出呢 像包钢股份 前面前高的时候 入身套了怎么办 这个 个人的视角的话呢 明日分时 高点先减再说 好 再列出呢 像这位朋友问到的 像仲长的广生有事 周一怎么操作 这是前面的 那么今天广生 也不知道给他们操作了 在前面的西图刚刚有个视频讲到的 那么对于 呃 广生有事这样的一个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优势的 调整下来的话呢 对 因为主要是你有22%的盈利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冲高 如果说仓位重 当前只减 见过周三已经减了三成的话呢 那么当前仓位应该不重 不重的话呢 调整下来反而可能会存在一些 低息的一个机会点 好 这是呢 咱们今天给他讲到的这样的内容 希望呢 对大家会有些帮助和启发 弱势行情里面 管理仓位 比你把握买卖的更重要 在强势的环境里面呢 也是如此 选择方向 比你把握 具体的一个 几块钱 几毛钱的买点更重要 好 再见 再见